港股昨日急劇震荡下行 最低時恆指暴19,475點 重挫536點 跌幅2.67點 其後略作反彈 但因棄手2萬點關引發小型 恐慌性拋售 好友靜後大使如何演變 修市恆指暴19,517點 跌493點 跌幅2.47點 全日總成交1,134億元 較上日少217億元 對於大使重創的原因 普遍解讀有3點 一是美國被評級機構 位於降低評級自易加 擔心會引發美股震盪 二是北京暴雨成災 市場有人擔心要即時救災 而暫緩出台刺激經濟信息 三是恆指2萬0400關口兩次到頂積錯 昨日開市環跌穿2萬點關 顯示指數有下調壓力 在仍有不少賺錢貨未消化之下 買家一退縮便引來股價的折折後撤 我再本欄講過 恆指這個回合上升 由7月24日的18668點起步 5個交易日升上20361點 共漲1693點 橋整升幅一半約846點 可見19515點 所以我將支持位定在19500點水平 昨日已經見到了 我頭牌亦一本初心入市買了點便宜貨 有人問 如果今次調整不止升幅的一半 又將如何 回應約 逢低級納買第二注貨 目標在19100-19300點 亦即這個浪調低約1000-1300點 無論如何已經足夠了 匯控00005 公布佳積有點 生不逢時 昨日無端端遇上大跌 收64點2元 跌3.1% 可能因為賺錢貨多 故跌得比恆指還重 不過好消息馬上到 就是收市後會控宣布以同美林證券簽訂協議 由美林代琪在倫敦 及香港兩家交易所回購20億美元股份 今日 8月3日 就是另一輪回購的開始 直至10月26日 看來 匯控今日可以穩定下來 並對整體大事有利 亦有人問 沽空的情況如何 根據數據 作日營以營賦基金沽空率49.59%最多 這跟一些人利用其他人有關 其他業門股如 如騰訊 沽空率10% 阿里巴巴5.9% 美團8.4% 會控多一些 有18% 恒生22% 一般來港上屬正常 一般來港上屬正常 我認為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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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